卢竹地区快速发展 但是稍稍偏远的地区 则是明显发展落后 诗员陈丽丽指出 大竹地区的老旧眷存 因为大多数的人口搬离 加上常年没有人整理 已经引发出许多环境和治安的问题 希望师傅能够改善 并且让卢竹地区平衡发展 一间间老旧房舍 堆积着许多杂乱物品 旁边的空地也是杂草重生 这里是大竹地区的建国眷村 原本居住在这里的居民 大多数已经搬迁走了 因此常常有外来人士 进出这里制造脏乱 衍生环境和治安问题 像建国六村你看看 它那个墙壁有斑 那个油漆通通斑驳了 这里就是像废墟一样 那当然了 在那个凌云一村 都已经房子都已经拆了 但是它一样就是 长满了杂草跟树 好像森林一样 都没有人管这样子 那像建国呢 那个二村啊 还有建国二十村那里呢 也是房子也还没有拆 市政府表示 这里的眷村属于国军单位管辖 之前因为航空城发展计划 所以让大多数的居民迁离 但是一直到现在计划没有实施 就暂时闲置在这边 至于环境脏乱的问题 环保局表示 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尽快处理 关于民众反映我们 都族区部分 军方所掌管的眷村 当关的部分 那这部分我们请 一路去中队去查看的时候 发现里面是有一些垃圾堆积 跟一些扎草重生的情况 所以说中队在接后这样的距离之后 也已经正式行文给国防部这边 请他们要善尽维护管理的责任 那军方这边也已经主动来跟 中队这边来接洽 而且在最近也已经开始来做一些 垃圾清理跟杂草割除的动作 市议员陈立立表示 老旧的眷村范围相当大 希望相关单位加以整理 维护治安和环境问题 也希望市政府加快脚步 让闲置的土地活化利用 让卢族地区能够平衡的繁荣发展 桃圆有新新闻 黄胜祥才好吗